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为您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叶凡。 美国很多农场都在种植基因改造过的农作物,满足人口增长和全球粮食供应的需求。 可是有些美国农民正在兴起另一股趋势,那就是有机耕种。请看报道。 这是玉米虫。为了防止欧洲玉米名和类似的害虫, 维基尼亚州尚普兰镇的农夫杰伊亨德利选择种植经过基因改造的玉米。 亨德利还种植基因改造的大豆,这些大豆使用一种叫做农达的除草剂,不会有副作用。 农达除草剂能够除去差不多所有农夫们常见的杂草。 亨德利表示,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豆能够兼容这种除草剂,方便它除草,它很喜欢。 但是基因改造的种子比较昂贵,像它供应种子的供应商, 更在合约里规定它不能储备种子明年用来种植。 不过他表示,基因改造种子的价值已经超过成本,所以是值得的。 在美国的农夫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去年,在美国种植的玉米有八成半是经过基因改造的, 大豆则超过九成,没有其他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比例。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小部分的美国农夫愿意选择其他的方法。 在不远的亚当斯镇,农夫尼克·马拉维尔同样种植玉米和大豆, 但是他不选择基因改造过的种子。 马拉维尔是越来越多转向有机耕种的农夫之一, 他们不用化肥、杀虫剂或者除草剂。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有机耕种土地只占全美耕作面积的千分之五, 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比1997年增加了一倍。 马拉维尔解释,他不选择基因改造种子, 是因为担心后果难以预测。 基因改造农作物已经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认可, 但是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反对。 记者史蒂夫·巴拉哥纳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有1亿8千万人患上糖尿病, 其中9成属于乙型糖尿病, 这是由于身体内的胰岛素出现问题所导致的。 那这种糖尿病可以怎样治疗呢? 请看报道。 你可以埋怨食物过肥,糖分过高, 责怪自己少做运动或者双重自责。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 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越来越肥胖。 他们越肥胖,患糖尿病的风险就越大。 肥胖症和缺乏运动是导致二型糖尿病的最常见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了2030年, 全球会有3亿3千万至3亿6千万的人被确诊患上糖尿病。 几十年来,医生们一直建议病人多做运动,健康见识。 但是现在研究人员注意到, 有脂肪细胞分解出来的一种荷尔蒙, 如果水平偏高,原来并不是一件坏事。 罗布·范丹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 其实,科学家们知道脂帘素存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罗布·范丹与他的哈佛大学同事研究了1万4千名病人的病例后, 证实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有较高脂帘素水平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却比较低。 罗布·范丹说,无论个人的身材、性别、族裔如何, 脂帘素都能够减少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这样就增加了利用脂帘素检查、治疗以及预防二型糖尿病的希望。 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的期刊上。 记者美联达·史密斯的报道。 好,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专讯, 我是叶凡,再会。